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据说包子黎最近这两天没有爆出特别大的反复的案子 特别不高兴 他认为中国的政法系统,尤其是公安部这一块 全是贪官,全是坏蛋,一个都不能留 所以这几天又不断的施压,不断的又做最高指示 公检法三个所谓的战线,共产党的说法,其实挺恶心的 三条口,他认为最难的是公安部 然后第二难的是法院,第三难的是检察院 公检法在习包子眼里,他最想彻底一锅端的公安部这一口 前几天我们都集中分析过傅政华了,傅政华是常务副部长 是吧,然后分析过这个谁,孙力军是吧 这两个人算是倒大没了,小命保不保得住 还两说,很有可能被习包子一枪给崩了 还没完呢,包子黎继续施压 说要一定要把公安系统的害群之马彻底清除干净 搞得是整个公安系统人认自保,人认不保 不是人认自保,人认不保 所以公安部这两天又放出了两条新闻 第一条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深挖彻查参与孙力军政治团伙的线索 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你想想吧 你看到这个新闻,你觉得挺搞笑的啊,孙力军的一个什么什么政治团伙 然后你用这个脚趾头想想,你公安部一共就那么几个副部长 孟宏伟没了吧,是吧,孙力军没了吧,傅政华没了吧 一共就那么几个人,现在就害两个人还活着啊,一个是王小红啊,目前的常务副部长 还有一个赵克志,公安部的部长,政治局委员 那你想想你一个团队,你一个班子里面,你都有三四个人都已经不行了 你有任何理由,你能找得到任何理由,证明现在的赵克志和王小红没问题嘛 是不是,尤其是王小红啊,常务副部长也是送北京调过去的 你帮帮忙好不好 这个中国老话怎么讲的,叫红铜县里什么五好人 你这个地方你都难成大街了是吧,你怎么可能呢 就像我经常说我们这些人呢,都是这个什么,都是垃圾,真的是,那很简单的 当我们说啊,比如说我们,我们讲这个博洋老师说的,中国是一个将纲文化 那如果你认同这个东西的话,那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肯定也是在这个将纲里翻滚呗,是不是 那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跟香港文化无关系啊,你是不是无聊嘛 这中国人他就说话呀,参与讨论他就这样,把自己摘出来 所以我为了把这些事,把它说明白一点啊 我自己琢磨了一堆的词,什么叫做公共批评的什么卷入意识 而不是摘出的行为,不能把自己摘出来,尽量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啊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看有右关上或者说推特上面 有很多人在那骂中国人,说中国的人就是一个屎坑文化 你们这些中国人就是屈,是吧,说这句话 问题是当你说屈的时候,你应该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在那个屎坑里面在滚 你生活在这个屎坑里面,那你不是屈,你还是什么的 那你是屎吗,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说习包子是一个大屈,我们就是小屈啊 大家都是叫大哥,不叫二哥,大家都差不多的,知道吧 所以这个公安部的事情,你说孙立军是个坏蛋 你说蒙洪伟是个坏蛋,你说这个傅政华是个实恶不是的难人 那你有什么理由,说赵克志你还不错呢 你有什么理由,说这个什么,说这个叫叫王小鹏不错了 至于你过去的中,还有那个谁谁谁,康师傅,周永康 都已经被成为接下来的小伙子太爱做国公安部的部长 你想想,你谁有资格,谁有勇气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还不错 怎么可能呢,所以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以后啊 如果说你非常幸福的,你拥有圣经的训练 你就才知道,原来圣经里说的啊,这个世界上一个好人都没有 所有人都有罪,这个话多么值钱啊,那不是价值连城的问题 这个话比宇宙还要值钱,真的啊 所以你把这个话真的成为你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观念的知识 成为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观念的前提 我说什么,观念在前行为在后 如果你脑袜子里面,你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方式 或者固定的观念,这个世界上一个好东西都没有 所有人都是怀胆 这个时候你无论你是参与你的家庭生活 你的个人生活 还是你的公共生活 你的国家生活 你的政治生活 你的经济生活 你的伦理生活 你都不会犯错误 因为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都明白 这个世界上一个好人都没有 就像我们这些个中国男人 纯种垃圾,纯种250 是不是啊,我们看见一个小姑娘 她只有18岁,只有19岁,长着一张彭丽媛师的观音脸 然后我们就觉得啊,看上去清纯 像天使一样的,一笑还羞涩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姑娘肯定是好的不得了 其实你看她也是个人 她内心里的小九九,你根本也不知道 说不定她比谁都坏 是吧,你这时候最好的最聪明的方式 你应该是假的,她就是一个坏家伙 你别被她的那张画皮给蒙蔽了 是吧,因为一个人的长相是否清纯 与她内心是否干净 她不是正相关 这时候什么东西能救你呢 就是你的直觉的判断 这个直觉判断已经来自你的一个很好的信仰训练 所以人家西方人要把政治家监控起来 为什么要监控呢 中国人看到细胞就把它拱起来 把它抬高,是不是 西方人就把一个政治家就把它拉下来 跟我们一样的,就都是一群烂货 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公安部这边 我一说说这些个观点东西说多了 公安部这边据说 他们现在什么,上下两边打 习包子每天都要看到新的案件 要舒服 习包子现在是什么,就是反腐猖联 反腐败,抓贪官 他已经上瘾,他这个瘾呢 抓贪官的瘾呢,比他吸毒 比他喝酒,比他滚床单 还要过瘾,真的 所以有人说权力是出瘾药 权力的比出瘾药,那要过瘾上瘾的多 一个人一旦沾上权力的出瘾药 比什么磕药啊,比什么搞女人啊 比什么搞其他的事情 那更是不可自拔 我跟你说,习包子现在处在这么一个变态的状态 所以有人说了,下一步 公安部这边,上面 要么就是王小红,要么就是赵柯志 铁定两个人,有一个人要出事 否则的话,你根本就无法向细胞子交代 因为他不爽,知道吗 至于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想知道 反正有一天,如果王小红出事了 如果赵柯志出事了 对他的宣判词,都是细胞子一个一个字的 据说用他的鼻屎字 抠一个鼻屎,按在这里 我称这个鼻屎体 我们述法叫什么 叫颜体,颜真卿的体 是吧,刘弘权的体,王兴志的体 是吧,各种啊,好字 什么什么,黄庭坚的字 最好了,我最喜欢黄庭坚的字 后来还有毛拿柔体 是不是,现在有一个新的体 叫什么,叫鼻屎体 或者叫包屎体 我们还是叫鼻屎体吧 就是他将脱鼻屎 从鼻子里抠下,按在纸上 成为一个书法 用他的鼻屎体 对赵克志会 对王小红写一个什么公告 说这个人 叫什么 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搞团团活活 就这些话我都不想说了 很恶心 这是在上面打抓人 下面你看到没有 有一条新闻 我看一看 公安部 冒号 第一批 你记住这个词 第一批公安队伍整顿地案 全国清除了1.4万个害群之马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记住 1.4万 全国有1.4万个公安系统的害群之马 你放心好的 你普通的小警察 还上不了这个 还进不了1.4万个人的那种名单 你连数字都不是 你比如把一个小片警给你抓了 你是一个害群之马吗 你能力不够啊 是不是 你连蚂蚁都是 1.4万个害群之马 我听北京的哥们说的 至少是一个县里面的公安局长 你知道县里面的公安局长 现在多牛逼吗 是不是 首先他是一个副处级 县里面的县委书役处级嘛 其次他是县委常委 公安局长后来都是这样子的 就好像一个县里面的 或者一个市里面的 或者一个省里面的 那个什么叫什么 政法委书记 他都是常委 知道吧 就好比一个省里面的人大主任 他都是省委书记兼任的 现在公安局局长啊 在一个地方行政 这么一个框架里面啊 他真是权力特别大 又是常委 又是副处 又是公安局长 你想想是不是 有的人还兼任政法委书记 了不得的事情 我跟你说 1.4万个害群之马 被抓出来的 而且你要记住这个词啊 第一批 那有第一批一定有第二批呗 那第一批第二批 肯定比第一批还要多呗 是不是 第一批有1.4万 第二批说你2.8万 第三批那就更多了 是不是 包子去看这个东西就上瘾 所以我告诉你啊 这个孙力军的事情 孙力军的事情 要深挖啊 这个标题很吓人的 彻查 深挖 参与孙力军政治团口的线索 多少人 多少家庭 都会灰飞烟灭啊 当然我们这些老百姓看着高兴啊 因为公安部的人 从部长开始啊 从周永康开始 到下面那个小片 每个人都是都是东西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被这个公权力给腐蚀了 每个人都享受那种整人的快感 权力是春药嘛 是不是 那他们如果倒霉到我们很高兴 是不是 拔不来他们全部抓完 最好是中国的所有的公安干净 从片尔景到这个公安部的部长 一个都不留全抓完 全把脑袋砍下来 全部送给包子里品酒 是吧 这不挺爽的吗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 他会支持习近平呢 说习主席万岁了 习主席真给力 习主席是伟人 毛主席 毛主席最伟大的人就是习主席 因为他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对每个人都是伤害 就是权力是春药 习包子现在对整人这个事情 他上瘾 你知道吗 挥之不去 你以为习包子只喝酒吗 你以为习包子只滚床单吗 不是的 你以为习包子只用他的鼻尺体写字吗 我告诉你啊 他整人才是习包子最大的快感 之前也有人说过嘛 说一个 一个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的 一个学生啊 念完的本科 念硕士 硕士以后念博士 念完硕士以后 就去当警察 或者当法官 我去 一开始特别羞涩 审判犯人 审判犯人的时候 不好意思动手 还是跟人家讲道理 后来被前辈们一通臭嘛 你他妈的一点都不爷们 是吧 你磨磨叽的 你搞到什么时候去 上来一通臭打 第一次打人还觉得回去有点 有点难过啊 有点哎呀我怎么打人了 甚至我怎么杀人呢 后来发现一天不打人 一天手痒 你知道吧 一天不杀人 一天不整人 一天不欺负人 一天浑身难受 你知道吧 你说一个一个男人 你如果一天没有不滚床单 那没事呀 是不是 那隔两天 叙事待发呗 再滚一下 说不定给你有更刺激 但是打人 这个事情每天都可以打 因为你拳头长在手上 是不是 你还有各种的老虎盾 什么各种器械 你天天用 一点都不费摧毁之力 但是你要去每天都滚床单 很快就把你掏空了 所以共产党这个体制 是非常可怕的 一言一蔽之 如果你真的是个人 你最好是离开那个共产党体制 否则你等于搞了一辈子 没有一个好东西 对吧 没有一个好东西 就这样 谢谢大家